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哈喽各位好 歡迎來到安地的遊戲頻道 當各位看到這支影片上的時候 肯定這款遊戲也是上市的 所以來這邊分享一些心得給各位 首先先給各位一個觀念 只要全軍破敵系列冠名為Saga系列 就代表它是一款測試性質的作品 也就是說他會用蠻多的新系統去嘗試 做一些遊戲性的測試 例如之前的不列顛尼亞就是一個例子 通常呢就是會讓內容變得不是那麼有趣 或者是有蠻多缺陷 所以其實當初有很多人就已經不太期待這款作品 包含我自己當初也不覺得 特洛伊會是一款值得遊玩的作品 但是這一次真的是爭相警告囉 實際上當我第一次收到對戰試玩的時候 我相信那時候頻道也有影片 我確實是還蠻失望的 因為當時我覺得 不是那麼值得去遊玩的感覺 但後續持續發布新的測試版本之後 直到現在這個正式版本 我真的改觀了 內容真心的有創意跟變化 而且非常的有趣 我不敢說能不能玩好幾百個小時 但起碼我現在在遊玩的前期體驗上是非常優秀的 那新系統也都是有設計過的 所以還在觀望要不要浪費自己硬碟空間去領這款遊戲的朋友 或許你也可以先來聽聽我的心得吧 我會在這一集分享一下這款作品它的主要特色 然後讓各位比較好快速掌握特洛伊戰爭的全貌 1.神話題材風格 這一點可以算是讓本作品自由發揮的很大一個關鍵 不用侷限這是一個歷史題材 如果你是戰錘入門的朋友 你可能就覺得也不是那麼特別 但如果你是三國入門的話 我相信你一定特別的有感 因為為了符合歷史設定 就不能過於大膽的前提下 就會讓豐富度受到很大的局限 所以在本作的設計上就可以有所突破 例如像神恩啊 例如像英雄可以利用傳史片刻開大招的這種感覺 這些設計也不會讓玩家會感受到特別的粗細 畢竟這本來就是一個神話戰爭的題材嘛 所以完全沒有問題 而且在遊玩上也能保持一定的樂趣 同時也可以保有更好的平衡調整空間 因為只要讓某些單位可以超格的表現 那他就可以很好的制衡陣營之間的不平衡 三國目前令人詬病的問題存在於 單位太過於相似 即便有很多看起來不同單位 但你會用的其實也就是那幾個單位而已 所以確實會讓遊戲過於變得單調啦 但這次特洛伊有將單位的特性很好的切分出來 而且讓每個單位基本上能各司其職 例如說垂冰擅長衝鋒以及協助攻擊 然後劍兵就擅長繞背測襲 槍兵呢反大擅長抗陷這也沒什麼問題 同時還有一些特殊單位的陣營分別 那像是阿基里斯的劍兵呢 就會有一個測備能夠增加額外傷害的能力 那他的槍兵呢也可以反輔兵以及其他的單位 像劍兵他也可以反 這些都讓各陣營的單位有不同的使用方式 而且陣營的單位外觀也完全的不同 讓你在不同的陣營遊玩體驗上 不容易有那種視覺的疲蹈感啊 每每換陣營都會有一種新奇的感受 三 新經濟系統 之前影片我也有提到過這一個了 那如果你不清楚的話呢 可以翻翻之前的影片看一下資源的運作方式 總而言之有五種資源 那每種資源需求的時間點其實也不盡相同 也就讓你在戰略選擇上有所區別 例如一開始食物跟木材很重要 因為這關乎你的軍隊跟建設 那中期開始進階的建築會開始需要你的食材 中後期呢青銅開始加入 很多高階單位會需要用你的青銅來做生產 並且也需要你用青銅來當維持費 最後就是稀有資源黃金開始入場 必須從特產黃金的城市才可以進行採收 那採完的話呢其實就會降低產能到10%左右 以上就是基本的經濟運作方式啦 那接下來就是所謂的特產城市 所謂特產城市呢就是有農業、木業等等的各種不同專精的村莊城市可以發展 甚至還有專精與生產特殊單位的城鎮喔 你可以優先選擇自己要的特產城市進行攻略 當然也是你戰略推進的首要參考 當然搶下來之後呢也不是說你單純就隨便蓋蓋就了事了 那因為根據不同的行省影響力也會有所差別 高影響力的行省可以讓你的資源建設獲得很大的額外收益 這點非常的重要 甚至呢影響力夠高你也可以繼續投入額外產能的建設 來利用多出來的影響力做產能的提升 作為經濟收益的轉換呢 這會讓你在後期可以舒服的支付你各項的開銷 影響力也會因為你的外交貿易狀態 或者事件又或者是一些建築所影響 高影響力絕對是你經營行省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要有好經濟呢你就必須兼顧這項事情 4.外交系統 這次外交系統也承襲了三國的形式 當然其餘的作品可能也有做到這件事情 但我只講我玩過的作品 主要呢原因就是他現在有五種資源嘛 所以貿易上就會變成直接貿易去進出你需求的資源 不會像是戰槌 你會佔領一個城市裡面必須要有一個貿易品 然後你才可以拿這個貿易品去貿易的這種設計方式 現在是如果你缺食物呢 你就可以利用青銅啊黃金啊去做交易 反之你當然也可以利用他來做其他資源交換 都是一些實質可以使用上的資源 所以呢對於有夠多朋友的情況下呢 貿易流通的方便性也確實是蠻高的 當然你也可以利用這些資源去談條件啦 簽署你想要簽署的協定啊 軍事協定啊軍事通行權等等的這些協定 當然交易領土的選項也都還存在 我真的覺得對於戰槌玩家來講真的蠻需要這個的 同時呢UI跟界面上也有所進步 現在你可以更好的一目了然現在各陣營之間的關係 讓你在外交上可以更快的釐清誰是敵人誰是朋友 包含更好的快速協議界面 省下非常多的時間去一個一個點開 這對於外交來講真的幫助非常大 第五陣營玩法 本次特洛伊呢分作兩大陣營 達南人跟特洛伊人 那各四個首發領主可以供玩家做選擇 每一個領主呢都擁有獨特的派系機制 玩法風格也算是差異蠻大的 像是阿基里斯呢你就需要去控制他的情緒 利用情緒去達到不同的戰役加成效果 也有像是三國呂布的天下無雙機制 打倒特定的英雄就可以獲得額外的加成 那麼像海克特呢就是必須要靠廣結善緣啦 利用多多結盟的方式來增加更多戰役的加成 是不是有點像袁紹呢 同時呢也必須要跟自己的弟弟帕里斯去爭奪父親的寵愛 以獲得更多的優勢 那當然剩下的領主也都有各自獨特的派系玩法啦 我覺得如果你每個都玩過一輪的話 應該也會花上不少的時間去研究獨特的打法 其實內容上來講我覺得已經算是蠻合格了 總結一下呢這次特洛義戰爭雖然說我不確定過了100小時 你還會不會覺得繼續有趣啦 如果你真的能玩超過100個小時我想應該也蠻夠本的啦 至少目前的戰役上呢玩起來是蠻舒服的 高難度底下也不會刻意的刁難你 那我這個意思不是說就完全的不困難的 是難度設計上它是合理的 戰錘2給我的感覺就是為了難而難 就是那種要幹死你的難度 我覺得玩起來其實壓力還蠻大的 那目前特洛義玩起來的感覺就比較適中 因為它難得比較有道理 新系統呢也可以讓你好好的摸索一番 甚至說戰鬥中的士氣系統也有做一些調整 整體戰鬥打起來的手感其實跟三國還有戰錘也是截然不同的體驗 會更加吃你的戰術觀念 再來呢效能上我實際體驗差不多就是跟三國一樣的效能優化啦 那戰錘其實因為比較久了嘛就比較差了一點 那我的電腦跑起來壓力是不大啦 但如果要全開的話呢也要有一定的顯示卡水準 不過如果你要維持一個60fps以上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畢竟這款目前24小時內領取是免費的 但前提是如果你有想去領取的話啦 如果你想體驗一下這款神話作品的全軍破敵新系列作 那你可以去看看參考一下囉 如果你是期待Steam上架的話呢應該就是明年的同一個時間 因為現在已經被APEX買斷啦 好的那今天的分享影片就到這邊告一個段落 感謝各位收看 想追蹤更多後續消息 或者是你想追蹤更多全戰系列作品的情報 記得訂閱本頻道並且按下讚囉 也別忘記這個頻道也有會員計畫可以供各位參考 幫助我製作更多的優質節目給各位 那麼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告一個段落 感謝各位收看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